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它以党派集体的专案委员会的名义 向全国政协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党派提案 为什么他们会聚焦到孤独症上 而且把整个孤独症的解决方案落脚点 着眼点着眼到社会知识体系 包括就学这一方面上 我想其实有这样的提案是非常好的 因为孤独症已经是一个不能再被忽视的话题了 什么叫孤独症呢 其实它又称作自闭症 它统称为自闭症的普及障碍 孤独症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病因不明 而且至今都是一个医学难题 它往往起病于儿童发育的早期 而且是伴随终生的 根据流行病学的估计 现在在国内大概有 我们应该是保守估计有1000万以上的 孤独症的患者 中国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 2007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数据 说是大概患病率是千分之六 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 在2014年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它说大概的患病率是68分之一 那就相当高了 所以是相当高的 而且如果假设按照这个比例去推估 中国如果有1000万的 这个孤独症的患者的话 我们又看到有一个数据说 从0到14岁 这个处于儿童到少年时期的 这个它就占了大概160万到200万人 其实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 而且一个孩子 他如果有了这个孤独症的 这个患病的症状的话 它可能影响的是一整个家庭 是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看到说 对于孤独症儿童要 若同入学要零拒绝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他这些孤独症孩子上学很困难 在国内 没错 而且上学困难只是 孤独症患儿以及家庭面临的困境之一 其实王早一点说 诊断其实就是很困难的 咱们全中国其实能诊断 这个孤独症的医生大概不超过100人 不超过100人 不超过100人 1000万个患者只有不到100个医生能够诊断出来 这是中国一个疾病康复中心 就是官方认可的一个数据 对 所以在这个诊断方面就是很紧缺的 所以父母亲或者是一般普通的非精神科医生 非精神科专业的医生 他是很难从这个孩子的一些早期的症状来判断 孤独症的吧 他有一些主要的特征 比如说社交沟通的障碍 或者是兴趣狭窄 或者是重复一些刻板的动作 但是每个孩子也是表现是因人而异的 那么诊断而言 其实他的诊断难度是很高的 他并不像一些民间的医疗机构宣称用一款仪器 或者是三五分钟 或者是脑神经地质等等就能给检测出来 往往专业的话可能是需要几个小时的观察 所以像很多家长在网上搜的 什么三分钟五分钟用一个什么仪器 来判断你的孩子是不是孤独症 这基本可以肯定是虚假讯息 可以这么说 那现在关于这些虚假讯息 我也关注你之前做过的一些报道 包括北京市会计委 北京市或者是全国的全国范围的广告的 这个共产观理局他们有一些具体的手段去打击惩戒这些医疗骗局吗 这些关于孤独症或者其他精神疾病的医疗骗局吗 目前医疗骗局产生的速度还是远远的大过监管和查处的速度 当然这个也是你很难去全方位的去控制和监管 但是就针对自闭症的骗局其实很多的 往往很多人是发这种灾难财 因为你想想一个家庭有一个宝贝 然后得了自闭症 那么这边看到有什么鼠音子疗法 那边看到大运动疗法 那边又看到可以有一个各种的神奇的疗法 家长是趋之若鹜的 那么有一些家长他是受过比较高的教育 但是在这种绝望中 他哪怕看到一丝能让孩子痊愈的希望 他也会病急乱投医 但是目前自闭症还是一个医学界公认的难题 它是无药可医 也没有任何特效的可以痊愈的 所以既然他没有一个特效药 没有办法痊愈 所以终生的长期的社会支持体系 其实对每一个患病者的家庭就很重要 没错 像这一次 我看具体提案当中 他也分析了一些孤独症的痛点 包括说早期筛查难 失资力量缺 特惠政策少 财政投入不足等等的 你觉得按照这样一个提案的精神 国家应该把比较有限的财政力量 或者国家可以引导 可以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力量 投入到哪些关键节点上能够给孤独症患者的家长家属一些更有利的支持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支持 它不单单是说加强诊断或者是加强生活的这种补贴 因为在年幼的时候往往早期干预 可能会对他未来的行为有一定的正面的角质效果 那么他需要以至少一个家长全时间出来陪护孩子 全时间的 那么往往这些所有的费用是家庭自己承担的 没有什么财政来补贴这一块 一个孩子在一个月在全封闭式的自闭症早期干预的机构的花费 一般在8000到1万 这么高 对 而且这还不算很高 再有几万的都有 那么这只是他早期的这种干预 等到他上了小学以后 又面临着无法接受义务教育的这种困境 是因为很多的学校会拒绝让这样的孩子入学 对 我身边一个朋友 他的儿子三岁半被诊断 然后一直在接受干预的这种辅导 那么他后来就申请到了小学 校长同意了 但是最后投诉他给校长写信的 却是那些孩子们的家长 他们就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一起 就按照家长的原话 他们要赶我们走 那么还有一个家长 他也是夫妻都是高知 他首先就很痛苦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自闭症 家长本身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 一开始不能后来接受了 但是后来送孩子进小学融合的时候 他就感到老师的关注是少的 而且老师不知道怎么来应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 毕竟不是每个老师他都经过这个特殊教育的特教训练 而且一些学生还是会有这种校园欺凌 比如说小朋友一进班他们就会喊怪物来了 或者是这类的话语 其实是等于让这些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是难上加难 那咱们就说这个义务教育阶段他们不能享受教育 那么再往后说他18岁之后成年了 他融入工作也可能有一些困难 没错 根据一份民间的自闭症机构的报告 一个自闭症患儿 他如果早期没有接受过这种比较好的干预的话 他18岁之后成年之后往往需要两至三个 甚至更多的人来照顾他 那么一个月的费用就要好几千 一年保守估计要10万 那么安徽省我曾经调查过 他们有大概保守估计35万换儿 那么按照这个数据来算的话 他以后每年整个的养护费大概就得要 都加在一起大概要两至三亿 这个占GDP也是一个数据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融合教育 包括未来的对这些家庭的支撑 再包括他成年以后的这种就业 包括怎么样再融入社会 他都是需要一个整全的体系建设的 再有就是在这个医教阶段 医务教育阶段 对 或者在幼儿园的这种早期教育的阶段 特别需要一些有资质的老师和机构 来给予这样的干预 因为现在的老师讲 中国大概的这种自闭症干预机构 1000家左右 那特教教师人也不是特别够是吧 人不够 那人不够很多原因 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特教 其实一直受到的关注是不够的 而且特教老师 他这个编制和待遇都是一个问题 也不一定能够吸引最好的人才留在这个一线的教学岗位上 不要说吸引到好的人才了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 就是他的待遇可能跟普通老师差不多 但他面对的是更加需要更加心力 更多心力去投入的孩子 待遇往往也是很低的 因为没有编制 没有这种财政的 所以整体看下来 我们看到九三学社的这一份提案 其实非常的系统性 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到这个 包括建议把成年的 18岁以上的孤独症患者家庭 都纳入低保 甚至是通过多方位的社会宣传 传达关于自闭症的科学的理念 让社会更加了解 这孤独症群体的痛苦和困难 其实方方面面都还需要很多的努力 是的 就是在这个特别是加强师资吧 我感觉就是在科学性上面 包括做这种科普 因为现在自闭症干预机构 真是鱼龙混杂 而且各种神奇的疗法也是层出不穷 甚至让人哭叫不得 所以神奇就是讹诈的 来用各种花言巧语来诈骗的 其实这种手段也挺卑劣的 就是给这些在绝望中的父母 一点点的希望 而这个希望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幻象 那你陷进去之后 就是耽误孩子的干预 可能是更大的痛苦 那么在师资方面 其实要做的事情也是蛮多的 比如说怎么样把这个特教给支持起来 然后特别是专业的一些的训练 就是北京第六医院有一个自闭症专家 叫郭延庆大夫 他曾经感慨 其实中国真正有这种研究性 科学性的自闭症干预机构 真是凤毛麟角 而且一些家长 其实现在担任起自闭症这种甄别训练都是家长 但其实背后应该有一个社会体系 国家的一些支持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些机构他所进行的自闭症的干预 其实往往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比如说大家可以做一些训练疗法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背后的真正的这种 这种医学和科学的这种根源在哪里 就是他只是学到一个皮毛 那么就是这个皮毛对于这个孩子 究竟能有怎样的一个帮助呢 这也是未可知 像这一次这个八大民主党派 以这个党派集体 民意提出的这样的提案 都非常有可能会被全国政协 在这个政协闭会之后 在立案审查的过程当中 列入一个重要的提案 那会交给交友有关的这个部门 现实的进行处理或者是这个回复 那接下来后续呢 我们也非常期待 国家主管的教育医疗 慰藉甚至是这个社会民政体系的 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样的这一个提案 特别是现在在那个全面放开二孩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那么有很多的人可能想赶摩班车 可能有一些高龄产妇 那么未来这个中国自闭症 患病率会怎么发展 以及我们要建立怎样的体系 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拭目以待的 好的 谢谢赵涵 也谢谢关注我们财新两回报道的所有观众 谢谢